因為我很想跟大家分享這一段 因為那個就是在點出年輕人的悲哀 他願意工作可是沒有那個環境 其實說起來在那一個年代 台灣就是這樣子 當然現在悟患心理到現在 可能形勢改變了 可是本質我覺得可能變化也不多 你看我們現在經濟成長率下修 那個一點多趴 實質上應該不到一趴 今天再跟你的朋友在聊 這樣子的一個經濟成長率率上是 二十一世紀 1980年代是二十世紀 事實上三十幾年來還是這樣子 他早上記得說 經濟成長率甚至達到十幾趴的一個數據 當然是用了很多的一個台灣付出了很多的社會成本 付出了很多的土地成本 資源成本所換來的一些經濟成長 所以這事實上在沒有控管 沒有還品的一個狀況之下 台灣一切付出了很大的一個代價 所以說在1980年代 江湖在哪裡這一篇 後半部幾乎都是在講 烏蘭的一個問題 所以在前半部的時候 他慢慢的把這樣子的一個 80年代的社會背景 跟我們把它陳述出來 讓他了解說 那個時候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那時候的社會背景是怎樣的 那到後來 整個都在談 烏蘭的河川 然後工廠 化學烏蘭 造成我們的子孫 人民有多麼大的一個傷害 到現在都還沒有明平 所以事實上慢慢的 我們再繼續來看下去 那接下來呢 我們看到在 看完三角的那個林淑芬 把他的背景說明了一下之後呢 我看到190頁第二行 我就很有感觸 就覺得190頁的第二行 他想起了小時候 家裡那台 也常截斷人手指的機器 我家就是這樣 我家在皮包工廠 叫做高溝波 高溝波都很高溫 你一不小心手去碰到 啪 他的手換去 炒會打去 所以說我們家常常都要準備 那個 我不曉得是什麼油 如果工人呢 不小心啪 我也常被碰到 因為真的 你 在加班 在上班 要工工的時候 人家精神會仿佛 你會覺得說 皮包加工 有一種塑膠 那個皮包 然後把那個模子 很高溫喔 把它印下去 然後 那個 一連串的這樣子 要把它撕下來 撕下來 就是在重複做那些動作 那你一不小心接觸到那個模子 哇 手就 發揮 那就是我們家會插會打 可是我們家常常都會準備一種釣 這樣子 然後 繼續看下去 想起了村裡面的左林右舍 勞動者 共同的處境 想起了家裡面 當時雖然 代工生產 雨傘 可是窮得 連一支雨傘 一件雨衣都捨不得買 只有一塊比較便宜的雨 你看 新山這個比較高級的 可以遮雨的雨傘 但是自己卻買不起 我之前在一三米四的時候 賣的是雨傘咖啡 我也常常很感觸說 欸 在印尼雨傘 蘇摩達蠟這個地方的 咖啡農 他種咖啡 可是呢 他可能喝不起一杯咖啡 一杯咖啡 他可能是不曉得多少的一個工資 幾天的工資 他才能夠喝一杯咖啡 所以相對我們那時候的一個年代 也這樣子 生產家裡面代工雨傘 代工皮包 可是呢 你卻沒有錢買得起那個雨傘 所以 可能現在 把他換到第三世界國家的話 一樣都是在做這樣的路 那這樣的路呢 是誰造成的 我把他 大概把他 想說 欸 資本主義社會 產生這樣子的一個背景 這樣的狀況 世界的強權 他造就了這樣子的一個世界 不平均 財富不平均的一個狀況 我錢人還是沒有錢的 沒有錢的 地上世界國家這些窮人 他 廣大的這些上面之外的窮人 他所生產 他所勞動 去支付呢 像新一國家 那上面之一的有錢人 或是他生活多有趣的人 大概就變成幾個階級 幾個社會的一個不平均 到現在還是這樣子 你看共產主義國家 像中共他本身來講 慢慢的靠向資本主義 所以他們本身來講的話 有錢人 有錢人 好像統計過 前五%的有錢人 金字塔頂端的中國大陸的有錢人 大概就六千五百萬 六千多萬 那剩這五錢的 你要六千多萬 我們台灣全部的人才兩千三百萬 所以有什麼說 那樓大家做五錢 今天要做五錢 他們不是說所有人都有錢 就是那些有錢人 那當然回到我們80年代那時候 一樣 或是有殘教 在那時候發生的 在這邊都會講得到 那有的人呢 政治證券 或者是他眼光證券 在那時候就能夠 賺到第一桶金 賺到錢 那後來呢 覺得 欸你做這個 本兩張不錯 我就對你做的時候 就不好了 就常常會發生 這樣的一個事情 這樣的一個禮拜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在 講到 大概我大概說明一下 那個背景 那接下來 在194頁 我要提到的部分 就是 有關多慮聯本 這個部分 我覺得 這是台灣呢 在1980年代 1980年那時候 一直到1990年 被發現了一個怪病 也就是說 比較大的一個公安 的一個現象 市民安全 對 市民安全 那是 多慮聯本 多慮聯本 是在 他這家公司 叫做 彰化油脂 他是 生產這個 乳湯油 這樣子 我查一下資料 那基本上 那時候是 他用多慮聯本 來做一個 好像 醋梅 熱醋梅 那是 他們把那個 他們把那個 噴油 這裡是 7點 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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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池裡面放的 想到溫度的什麼 就是溫度的 溫度的溫度 溫度很高 滾滾 就像我們這次的溫度 從表面上的外觀形狀都可以 還要做一個除錯的過程 就是用一個Tune 沒有在講 鋼裡有過程 它在溫度的溫度 是一個溫度的溫度 在溫度下溫度 溫度的溫度 溫度是溫度溫度的溫度 就是溫度的溫度 這水的溫度讓溫度ерт 我們就說到這個時候,剛好在說,今年做什麼很好,大家就在做,明年就差了 我們政府在哪裡?我們的農業、專業的機構在哪裡? 譬如說,我們的四郎工商,其實都是客製摸索的 如果賺就算好分,賺就算派分了 連在做生意,連在做做都不算負責 像這個多綠聯本,這是什麼? 我們有衛生局、衛生局、衛生單位 為什麼那種東西可以... 你經常也能放一台車,一台車,一台車,一台車 就是四郎工商,拿油 那現在也還在收集,收集在這裡有現在的家裡 拿雞肉飯還是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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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 那當然,我們都不知道那一些,目前我看到的車還存在 然後這個,這個油,那時候就是 可能我們那時候,要不像現在這樣,屏幕差距 我們說現在屏幕差距這麼大 那些電視索老處,有一些特別的驚險 就是固定自己感到當時要怎麼吃 所以,在那個章話,有一些… 有一些那種… 一般的啤酒,一般的啤酒、中心小生 那些屏幕就是要買吃,它放在鴨肉 旅館都很會跑完 結果回去吃醬之後 開始發生了一個問題 就是開始 心咕嚕的症狀 都以為是皮膚病 或是在裡面沒有生氣 有些藉藏 或是基層病 所以這就是郭先生突然的病毒 郭力冷靜的症狀 到現在還是沒有解藥 沒有解藥 所以到現在還殘留在他們身上 這些當時候被汙染的身體 大概有一部影片 有人在這裡看 郭政 主共存在這一部影片 2008年就到南大園長的時候 他就找到惠民中學 幾年學校 他這些師生 你看他 事實上 他的一個 他們看不見 我剛才 我不知道的時候 我以為是這個會嚇掉 眼睛危險 不是 是因為是 那時候是 就是這些幾年學校的一個選手 遲到的 所以在1980年那時候 就發生這樣 第幾頁喔 第幾頁 講到多月了嗎 1944 當然就1979年 是民主黨事件 1980年代 就有時候要到 他就發那個民主事件 那個時代背景 而且就是一個起民選校的選手 那時候 當然啦 你們可以看得到 一個人出現那種體股潰爛嗎 因為剛開始有這場青春痘 不知道 然後到現在你看 那個屠樹一直遺留在裡面 沒辦法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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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conventional城階 摸 那種今天就是宣傳 摸realous 主言vo situaçãoでは entonces 所以一個地方 直接提出也是一種 別 Meu天 摸 摸erve 宣傳這一個 有 opposing的行為 所謂的等 від vimos 這個就是自己應該渦傳 對不符白 的 Roma 是今晚的行為 其實就是這樣主題 對 所以說 有空的話 可以去查一下油正 保證 有的正座 序 舉這個正序 城田律 旺目以為我們公眾的 也有 對,也有,在紅蘭那邊 之前也有播放過,在紅蘭,也有播放過 大概談一下這樣子的一個背景 慢慢慢慢的開始在引導我們去了解 那時候的時代背景 我們的經濟成長 是因為這些化學毒物 產生的一個,產生一些代價 建構起來的那個經濟成長 所以你看到現在 還是在殘害我們台灣人 時光回到現在,其實說起來也是一樣 很多工廠工廠也好 或是有足的生產的工廠也好 甚至農藥也好 到目前為止,一樣都有 都在殘害我們的台灣人 好,那這邊是講到過濾原本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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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個,我覺得心很酸 好,對,都好像有... 一時...一時... 等到... 好,待會看到的時候 再跟大家講一下 那接下來呢 談到四半春,到198月的部分 事實上 這個部分 1981年,198月就一行 1981年人會登上台灣生主席 那他也開始 提倡這個農業八萬大區 這樣子的文學口號 我本身是讀嘉義農專 那時候的確在我們學校 就很多人是保重進來的 事實上我們那時候根本不知道 這些保重的學生是什麼樣的一個背景 那可能... 有的一部分的確是靠自己 讀書成績不錯的 有一部分是因為 就是八萬大區的農戶裡面的 被賞賜的這些農家的 所謂的核心農家 他的子弟有這樣的一個權利 可以去接受保送的一個資格 所以說整個這邊從1981年 他議政會當選台灣生主席 那後來後面也講到說 他暗藏了這個八萬大區 農會大區事實上就是暗藏了 八萬的樁腳 選舉的一個樁腳 事實上透過農會體系來買票 農會的總幹事事實上權力存在長得大 所以說在文章裡面也有提到 農民他有其中抗議的 其中一台就是要廢除這個農會總幹事的一個選舉的一個制度 這樣的一個制度是有問題的 因為他農會的總幹事他掌握了整個農會信用部的金庫 他要怎麼操貸 要怎麼貸貸什麼人 從中獲得利益 事實上很難去控管 那後來會再講到 那在1999年這邊我要跟大家說提到的農會說 除了那一年1982年 金石棠第一家金石棠書店在台北開幕之外 很重要的第一件台灣 第一件喔一陣還在戒嚴時代 1987年才戒嚴嘛 那1982年在戒嚴前幾年 發生了一件那個我印象很深刻 我們那時候剛好是五國小五六年級的時候 李石棠這個 用絲襪套鑄頭 我很有印象就是戴那個鴨舌帽 有啊有啊 小小小的一個 我記得他是用絲襪套鑄頭 他是一個外神老兵 那時候可以跟217月來做一個對照 就199月跟217月來做對照 你看現在我會想說 欸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李石棠他要去搶劫 他的動機是什麼 那我查了一下資料 那時候李石棠他要搶劫的一個原因 當然除了他沒沒沒過過 只要我就是我一個人 他很重要的一個念頭就是 看到那時候很多高官也好 或是有錢人也好 就是那個貸款不用還 甚至的也說抄貸啦 像銀行 那時候的金融是很蓬勃在發展 但是因為很多的一個資助沒有很完善 那讓有權利的人 去做這樣子的一個金錢的遊戲 那借完錢竟然不用煌 而且是一來一去的 那所以說事實上他看非常的不平凡 因為他一個年輕的時候 從大陸到台灣增仗殺成的老皮 到最後他大概只剩下一點點的一個積蓄而已 可是看到這些所謂的有錢的這些財團也好 大老闆也好或權貴也好 竟然大把大把的這個 像銀行借錢都不用還 甚至是工廠倒了落跑也不用去還這個 所以他心裡不平凡 所以說他開始去策劃 那大概是在1980年那時候 就我查的資料是他有土製的一把手槍 他自製的 不曉得是自製的還是像是在買的 就土製的手槍就對了 然後去那個那時候的教廷 駐台的一個大使館這樣子 駐警有一個駐警 被他拿那一把土製手槍給槍殺 然後他在搶的這位駐警的手槍 然後那是1980年大概1980年 他總共策劃了兩年 在1982年4月14號的時候 才向台灣銀行搶劫 所以說他整個策劃了兩年的時間 進行了這一宗的搶劫案槍 搶到好像530公元的樣子 那當然沒多久他就花了一部分 不要去台湊墓一碗 把阿姨買了一些東西 那大概有四百萬是 放在他的朋友那邊 四百萬 他說他的朋友有一個小女孩 很可愛 他覺得他可能會被抓 所以說他把剩下那些錢 儲就是放在他朋友那邊 甚至他朋友去廟 他朋友也是左右為乃 他如果不去檢舉的話 他把錯電的話 那陣里總是會查到 那如果去檢舉的話 哇就你審可就信 當初 Season 2哥 李相亭是對的 他是好人的 那這個證明說他是壞人的話 我知道他在哪裡 我不講 即使他是好人的 我跟著就連坐 所以李斯科也在一起 其實李斯科也在一起 要跟我留下是王茵仙 王茵仙在被虛假承招的時尊後 你知道他在做什麼叫死去 你跳該跳 這是我們講的 就是沒有抓到李斯科 找王茵仙來頂替 不是 找不到人 後來他找 可能是老鵝 可能是嫁人家的 現在就找到鮮魚飯 他就回到鮮魚飯 現在他們的女兒 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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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如果你不種 連他們都有事 如果到最後那樣都做起來 做起來之後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李斯科 所以王茵仙是死去 想承招的那樣 死去 死去現在 剛才去重點就告訴他 這個嫌犯 會罪自殺 報紙登出來說 嫌犯會罪自殺的隔天 所以李斯科 被捕捉 被抓到 如果那個時候 跟班農殺人 就已案兩過 因為這個故事就是要留下去 所以王茵仙如果被確定 就是一個被罪自殺的人 這家就是宣布破案 把王茵仙從事的這些人 所有的人都頒獎 他獎金 然後再 那一個人 他出來說 那個我女兒的甘爺 甘爸爸 這個好的人 其實李斯科 他對台灣的現象 很多不滿的 他說 他是一個老兵 他好像連戰士的時候 連正德鐵娃娃娃 就叫他掃地出門 有被罩的人 不是像我們政府在說 對軍公教特別好 所以你們這些人 就想去 就去軍公教看不得別人 不是那回事 那裡有很多很多 他知道 其實他離開軍隊的時候 他是一個很雄心壯志的人 他想要自己想我 想要做他的工作 是要離開台灣 對 結果他就 窩在那裡 窩窩到1980年 他去把那個警衛 也請 他在哪裏做 他其實他是一個人 但是李斯科 在要被判死前的境檢 最後陳述是那個罰官 連講會不到他講的 他就這樣走過來 4月14號犯案 他5月27號就被 補法了 那時候好像 還是建議的事情 是警備 警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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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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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 警察 根據哪要法?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就給你去,說可以 我們就讓你去 我們跟它身體不斷 青龍財富開大 大家都有頓獲 但是大家都沒有問 到底是不敢問還是不想問 台灣就見過你 我們就知道 所以大概 從這個開端 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台灣第一宗的銀行搶案 可以看出 那時候 對社會的賦買 那時候的時代背景自己 所以我印象都深刻 一直在重播、在重複 甚至到現在 一些什麼 台灣其他 其中電視台 他製作那個案子 都還會再重啟 這個理事科非常之為一個案件 所以也值得我們去 深行 微生病理事科 他犯案的動機是這樣子 看到這些權貴 竟然 借那麼多錢不用還 那時候他開始有一種 整個不平衡 的狀況 所以陳真之外 當然那都是我們的預測 請他來 老公也不讓他承訊 那很快事實上 很快 被抓到 沒有幾天而已 拚廟 很快 像那個 江國軍案子也是很快 那時候 江國軍十幾年 也是很快 軍法都很快 他媽